安波华宇足球快训 2023年4月30日 英格兰超级联赛周日晚上继续进行较量 届时曼城将会做客傅贤 曼城近况绝佳 而且他们手握绝对的对赛优势 蓝月亮此行见止3分 傅贤32轮过后路得45分 排在积分榜第10位 由于和身前以及身后队伍都存在不少的差距 既然排名方面无法取得进一步突破 亦无需担心身后球队从后赶上 无欲无球的状态或多或少会消磨球员的斗志 近况方面 傅贤甚至称得上糟糕 球队在过去8场各项赛事当中 录得2胜6负的劣迹 其中主场一胜2负 唯一一场胜仗对手是保祖分子列斯莲 另外两场败仗对手是具备不俗实力的维斯贤和阿仙奴 傅贤无一例外地遭到对手的凌风 其打硬仗能力之差可见一斑 由于阿丽山大 米都欲被罚停赛 金仗仍旧 因此丹尼尔 詹氏获得了正选中锋的位置 虽然此子近期有过入球 但球队无疑需要他做得更多 无论如何 由于球队 经济落后慢成足足28分 傅贤即使是一座阵主场 亦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还有后卫丽云 古沙华殷商免疫 上一轮赢下了天王山之战后 慢成在少赛二轮的情况下 和阿仙奴的分差已经被缩窄至二分 毫无疑问 金冀冠军之争 慢成已经处于更有力的位置 有力的是 南月亮最近状态绝佳 自2月26日击败班尼毛夫起 他们已经各项赛事取得12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令其无法取得13连胜的唯一对手是德甲班霸败人 换言之在英格兰范围内 如今的慢成无人可挡 值得一提的是 慢成向来是火力充足的代名词 在过去的13场各项赛事中 球队单场入球数在三球或以上的场次达到10场 艾宁 夏兰特 奇云 迪布尼和贝拿杜 施华所组成的攻击团令人闻风丧胆 而艾宁 夏兰特金冀甚至已经进化成记录收割机 金冀此此破的记录数不胜数 考虑到球队上一次英超不敌负贤 还要追溯到2009年的4月 占尽对赛优势的蓝月亮此行大胜可期 阵容方面 后卫尼敦 阿基仍旧伤缺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